而为了争取和平村和南澳乡村民们前往和平港钓鱼的权益 立委孔文集也召开了花莲县秀林乡和平村 以及宜兰县南澳乡澳花村坐落传统领域的和平港区域锤钓权益案 延伤会议 而经过了讨论之后 孔文集邀请和平港要开放让村民来钓鱼 同时也订定管理办法 提供村民钓鱼的好去处 秀乡的村民们和南澳乡的乡亲 则是大大的部门 美港公司和港警署 不让村民有钓鱼的场域 同时也扣留他们的钓具 心中不满 表然无疑 你说和平港它是商业港 台中港它也是商业港 我也带过台中 它体外我们都可以钓鱼 在这边不走 还要被没收 在这边设立了这个港口 无形中 而杀了我们原住民的一些 最小小基本很悲哀的要求 要去垂钓的这个乐器 原住民部落的朋友 经济就有困难了 他唯一的疏解压力方法 就是去钓鱼 你们不给他们开放钓鱼就算了 你们陌生我原住民租人 不要说我原住民 说要放人也是 我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 去钓鱼像放人一样 警察一看到就吹哨子 甚至连不吹看到人就叫你过来 甚至躲在某个角落 你跳出来 他就在你前面帮你拦下来 我本人就是有受到这种被感觉 叫我们被迫害的感觉 当初你们的本意来这边开这个选一场 很平顺的 要怎么样的讲 讲得那么好听 等到你们做好了 那边限制 这边不能去 那边不能去 好像共产党一样 主持会议的立委孔文吉也在百分当中邀请村民 建立部和平工业局 和平港公司 港金所共同来召开花园县 秀人乡和平村 以及宜兰县南澳乡澳花村 住落传统领域制和平港区附近垂调权益案 研商会议 经过一个小时沟通之后 立委孔文吉也做出会议的结论 但是这几个月来听到我们村民多次的成情 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所以他们是希望说还是能够来召开这个会议 所以今天我就到了我们和平村这里 用工业局的会议室 我们再听起我们村民的意见 那我们达成了几点共识 今天工业局也做了一个积极的回应 那第一个就是有关调剧 归还给原住民的部分 那工业局也答应在一个月之内去检讨 放宽 所以我们希望他一个月之内 把我们的调剧归还给原住民 因为这个法令也是工业局自己解释的 准用三港法人的规定 那这个也是他们可以做重新的一个解释 让我们把这个我们原住民的调剧 归还给这些原住民 那第二个是我们钓鱼的空间 开放的区域 区域范围也要做一个检讨修正 那工业局也答应一个月之内呢 就是针对我们原住民比较喜欢去钓鱼的 像那个南外堤啦 北外堤啦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希望工业局能够去修正 检讨放宽 那工业局也答应朝这个方向去做 一个月之内 就做开放 那这个内部演绎之后呢 那在一个月之后呢 就到我们各部落去开一个说明会 因为我们很多村民包括乡公所啊 村长都不了解 所以他们工业局回去做了开放的一个措施之后呢 然后再到我们部落去跟族人做一个沟通跟说明 六位工业局表示 今天听到村民们牺牲可以说是相当的惊讶 港公司完全没有人性化和地方互动 只是一昧的开罚扣留钓具 让它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可思议 全国港公司都有定义管理办法 能够和当地乡亲遵守钓鱼的规范 希望透过这次的会议 在一个月内能够解决村民们的钓鱼的权益 就在中心中的导致 好